狮子座的朋友 在这个农历十一月呢 嗯 就是伴随着那个 射手座的新月 那你们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呢 可能你会听到很多张欣熙跟你说 哦就是因为这个新月在 你们的武功对吧 射手座 所以呢就会说 啊可能在恋爱方面 你们会见到新的人物会 呃就是有什么新的恋爱的机会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 呃从我们古典张欣的那个角度来看 因为这一些 这一次这个日月和他 他就是很孤独的那个日月和 他还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伤位 跟这一个日月和形成新的伤位 所以呢其实我们不需要 多讲那个什么恋爱的机会 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即使你有一些新的恋爱的机会 他也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OK 但是呢根据塔罗 这是我那个塔罗的那个结果 在配译性下呢 其实你们要注意的东西就只有一个 就是说呢如果 呃你们有一些新的工作的机会 或者是做生意的机会 就是赚钱的机会 OK 或者是别人给你一些 呃金钱方面的帮助 那你们记得 记得记得 不要犹豫 OK 不要就是白等 因为 就是你就是等 你说你跟他 他们说哎呀我等一下 我再想一下 那这个机会就会没有了 所以你们真的如果有这个机会 呃有一些计划要去呃开始做的话 你们要尽快做 要做得快一点 快很准 OK不要再等 那这个就是嗯 塔罗给你们的那个信息 还有就是如果配译性下的话 呃因为我们有两个恒星的那个影响 那哪两个恒星呢 那记得我我现在是 我现在是说永恒的那个恒 恒星不是行星 因为行星这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 就是金木水火土 水火土那些planets 但是我现在是说Fixed Stars 也是我们古典专心学 图有图有的呢 一些嗯 我们会看的东西 OK在 所以在两个恒星 就是Alfaka 还有Supirner Janubi 的那个影响下呢 其实就是你们 就是理财方便 或者是时间管理方便 你们你们的那个能力会比较慢 比较弱 所以真的 就是有关钱财 还有时间 因为时间也是 也是嗯 就是因为因为我们说钱财 其实我们是讲资源 OK 社会的那些resources 所以人生最大的资源 当然是钱 那第二个就是时间 所以在这两个方面的一些管理 你们也可以做的比较弱 比较慢 所以你们真的要 嗯 快一点 那 嗯 何况就是 因为水星嘛 嗯 大家都知道水利在天蝎座 刚才已经过了 他现在已经顺行了 对吧 当然是呢 因为现在其实他也是 还在那个 我们叫那个post shadow period 就是后阴影期 所以其实也会有一点点的 鱼波 微凉 还有呢 就是说 嗯 因为这些的那个信誉 那个水星根 在 双鱼座里面 入庙 得力的那个海王星 逆行的海王星 是形成了一个三分的上位 所以呢 你们真的在理财啊 或者是时间管理的方面 会做的比较慢一些 所以真的要 嗯 加换那个速度 就可以了